这是我的满分试卷 三张一百分试卷 可以兑换三天假期 太好了 我可以更休息三天了 这是我的满分试卷 一张满分试卷 兑换一天假期 我也有假期了 这 这是我的满分试卷 试卷错误 告出五天假期 不要啊 下次我一定要把我的假期拿回来 这次是真的一百张满分试卷 全给你 这次我接的是白雪的满分试卷 一定可以兑换一百天假期 滴滴 试卷主人是白雪 不是大宝 不能兑换 大宝扣除所有假期 怎么会这样 不要啊 除非你自己通过我的考试取得一百分 才可以拿回自己的假期 我也太惨了吧 大宝 快醒醒 咱们出去玩吧 我去不了了 我的假期都被对话机器没收了 我要一直在家里学习 哼 谁让你用白雪的试卷兑换假期的 现在知道错了吧 我 熊妹 你别批评她了 大宝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只有通过考验 考一百分才可以把我的假期拿回来 大宝 别担心 我和熊妹都来帮你辅导功课 你一定可以得满分的 那可太高了 开启考试吧 这次你一定可以拿一百分的 我真的可以吗 我和白雪这么聪明 我们一起给你复习了这么长时间 你一定可以的 好 我现在就去 喂 快给我出题吧 这次 我一定要拿回我的假期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在三十分钟内 答对我出的全部问题 我一定可以的 现在考试开始 第一题 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 白雪帮我复习过 这是李白的敬业丝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双 举头望明月 低头丝顾消 回答正确 得二十分 第二题 八成六是多少 我背过九九车发表 六八四十八 回答正确 再得二十分 第三题 请用英语介绍自己 My name is 大宝 回答正确 加二十分 以字体 怎么区分 盐和糖 这个难不倒我这个车祸 他们的味道不一样 盐是咸的 糖是甜的 回答正确 现在八十分 最后一大题 看看你的记忆力 白雪的蝴蝶结 是什么颜色 我知道 是红色的 高兴你 全部回答正确 取得一百分 现在 我把你的假期 全部还给你 不 太高了 我的假期又回来了 呵呵 高党子也太开心了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好好学习哦 我们下次再 零分白雪 零分白雪 看我们把你的雕像也推倒 呵呵 你们要干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一百分王国 已经一百年都没有出过零分孩子了 是啊 雕像也要平成优秀王国了 这倒好 你得了零分 你快给我离开我们王国 我也不是故意的 呵呵 看来 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二十一家 你不能离开这里 我不相信 你会是零分孩子 你快跟我说说 你怎么了 小妹 大家说的没错 我就是零分孩子 白白 什么难吃的饭 母号 你怎么做的饭 这么难吃 我不吃 我要吃零食 不行 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 母后 你不让我吃零食 我就不上学了 白雪你 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我要给你打零分 就是这样 我不吃饭 母后给我打了零分 白雪 不是我说你 要是我 我也给你打零分 你真是太过分了 对不起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可 可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既然白雪姐姐你已经知道错了 没事的 走 我陪你去向王后妈妈道歉 我相信 我和妈妈会原谅你 把零分收回去的 没用的 就算母后原谅了我 把零分收回去 我也还是零分孩子 为什么 还有老师也给我带了零分 什么 你又干了什么 白雪 上课时间让你睡觉了吗 哎 老师 我太困了 我去睡一会 你叫你的吧 你怎么说话的 白雪 把你家长叫过来 我才不叫呢 要叫你自己去叫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白雪 我要给你打零分 只有时间 老师也给我打了零分 白雪姐姐 你怎么这样啊 我要不动老师给你打零分 你这姐姐就是坏孩子的行为 我 我 对不起 那我们再去跟老师道歉 让老师也把零分收回去 但是 我还有一个零分 什么 你怎么还有 你是干了多少措戏啊 这次又是谁给你打了零分 是贝尔 贝尔也给我打了零分 白雪你看 这是妈妈给我买的羊娃娃 我们一起玩 哇 这么好看的羊娃娃 我妈妈怎么不给我买呢 贝尔 你把这些羊娃娃都给我吧 我可以给你分享 但是不能送给你 这么小气 拿来吧你 白雪 我要给你打零分 我不敢抢贝尔姐姐的羊娃娃的 对不起 这件事我也知道错了 还有吗 不会还有人给你打零分吧 没了没了 就三个 那你快去跟他们道歉吧 对不起母后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贝尔 我为我之前做的事 向你们道歉 希望你们把零分收回去 白雪 零分给你 我是不会收回来的 你就是零分孩子 这 这 我到底要不要收回雪儿的零分呢 小朋友们 你们要是觉得 可以收回 就长按大拇指按钮发送一一一 要是觉得不能收回 就长按大拇指按钮发送二二二吧 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贝尔零分 禁止进入 白雪一百分 雄妹一百分 可以进入这方形王国 太好了 白雪我们进去吧 贝尔零分 禁止进入 贝尔姐姐 你没有戴图形帽子 我戴好了 贝尔一百分 可以进入 白雪 贝尔雄妹 欢迎你们来到图形王国 哇 这里竟然都是图形组成的 想要见到图形国王 就必须通过我的考验和 进入这道门才可以 是什么考验啊 看到这扇门的形状了吗 你们要待在正确的位置上 你们有两次机会 这个门这么简单 肯定没问题 小白 你应该在上面 白雪 你在下面 我在中间的位置上 我一大错误 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怎么会错呢 贝尔姐姐 雄妹是圆形 应该在正方形中间位置 贝尔姐姐 你是三角形 你应该在上面的位置 我是正方形 我应该在下面的位置 恭喜你们 回答正确 进入下一关 怎么还没见到正方形国王 这又是哪儿啊 想要见到正方形国王 你们得通过我这关才可以 我们准备好了 你们需要找到 自己在这幅画里的恶实位置 你们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圆形 太阳也是圆形的 我应该在这儿 我是三角形 船是由三角形构成的 我应该在这里 我是正方形 正方形在哪儿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几号的位置是正方形吗 我看到了 四号的位置上是正方形 你们真是太聪明了 恭喜你们 两分钟内通过了关卡 太好了 终于可以见到正方形国王了 白雪贝尔球妹 恭喜你们通过了之前的关卡 我可以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不过 先提示通过我的最后一关 但是失败的话 你们就要留在这里 肯定没问题 之前的关卡我们都过了 对呀 我们一定可以的 你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形状 找和自己相同形状的图形 组合出来画图 我是圆形 我喜欢小只 看我的 我是正方形 有了 我可以组合出小火车 我是三角形 三角形 三角形 我想不出来 贝尔 你想不出来的话 就要留下来陪我 我不要 可是我真的想不出来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三角形可以组合出来什么图画吗 知道的话就发送依依依来告诉我吧 一加一等于五 一加一等于五 五加五等于六 五加五等于六 你不是真正的老师 黑亚木娃 你怎么把老师给逮出去了 等一下谁给我们上课呀 刚才那个老师是假的 你们都没发现吗 别担心 我又给你们请来了一位老师 进来吧 你这不还是王后老师吗 这个是真王后老师 你们上课吧 我走了 孩子们 这是给你们发的书本 但是这是枕头啊 这是枕头啊 对 就是它 像我这样 我们上课吧 老师怎么睡觉了 别管了 只要听老师的话就行了 我们快睡吧 那好吧 到学了 小熊们 咱们这个老师真好 上课时间都让我们睡觉 真是一个好老师 可是 这样的老师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吗 小朋友们 你们要是也觉得 这是一个好老师 就发送一一一吧 我们要不要再换个老师 这个老师感觉不靠谱 不要不要 就要这个老师 我们快回家吧 上课 睡觉 你们在干什么 王后 你是怎么当老师的 你给我出去 不要 没想到这个王后老师 是这样的 时务时务 我再给你们请个老师进来 你进来吧 还是王后老师 他们只是长得一样而已 好了 你们快上课吧 不知道 这个老师怎么样 希望跟上个王后老师一用 上课 给你们芭比娃娃 老师 我们要芭比娃娃干嘛 不发芭比娃娃怎么上课 我可是一秒都不想跟芭比娃娃分开 那老师 你快上课吧 大家都说一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芭比娃娃 我喜欢长发公主 她最好看了 对对对 我也喜欢 我喜欢安娜公主 安娜公主美丽善良 我也是 我也这样觉得 白雪 你喜欢什么芭比娃娃 我喜欢露露公主 可是老师 我们这就是在上课吗 当然 对了 下课了 大家休息吧 站住 不准下课 我让你来是来上课的 不是来让你讲芭比娃娃的 你也给我出去 黑暗魔王 你请来的老师都不靠谱 不要你给我们请的老师了 我来给你们当老师 耶 太好了 黑暗魔王 你请的都是什么老师 这个校长 你也不要当了 好吧 以后 我就是大家的老师了 明天 大家都要准时来上课 好日子到头了 长安大拇指按钮 顶赞关注我 我们先上语丸 想什么 先上美术 听我的 先上音乐 什么嘛 我看呀 应该先上体育 语丸 美术 音乐音乐 体育体育体育 停 你们都别吵了 这样吧 我们通过比赛来决定今天上什么课 好的 加一笔成新字 哪门课下对应的字组成的新字多 今天我们就上哪门课 那还等什么 我先来 我要上体育课 那就是口字 简单 口字中间加一笔 组成日子的日 我再来 中间再加一树 诶嘿 正是中间的树 我还能 我还能 想不起来了吧 大宝 那就看我的 我的美术课对应的是个木子 木子上面加一点 就是算数的数 木子上面加一匹 诶 何苗的何 我还能再加 木子上面加一核 登登 本子的本 我组成了三个心子 大宝只组成了两个 看来姐姐要上美术课了 贝尔 不要高兴得太早哦 白雪和熊妹还没有写呢 说不定 他们一会儿会超过你哦 就是贝尔姐姐 你可瞧好了 语文课对应的是个二字 诶 那我就在中间加一树 就是工地的工 我再在中间加一树 这次 让它上面出头 你瞧 这不就是土地的土吗 嘿嘿 我还可以再加一树 这次 让它下面出头 诶 干我的干 怎么样 你安排了吧 然后我还可以坐在上面加一树 二 二 三 嘿嘿 我组成了四个 贝尔 你也输了哦 白雪很聪明 知道一笔多用 不错不错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输不掉 熊妹还能写更多呢 熊妹 加油了 我可不想上语文课 嗯 放心吧 我会加油的 我的音乐课是个日子 嗯 日子中间加一树 就是 原地的甜 嗯 嗯 然后 嗯 然后 诶 我在日子上加一个树弯钩 电视的电 嗯 嗯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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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不起来了 四个字 而且还能想起了 用树弯钩 非常不错 老师可满意 可是 现在白雪写出来了四个 熊妹也写出来了四个 所以 我们是上音乐课 还是语文课呢 嗯 这个嘛 诶 要不这样 让白雪和熊妹加赛一轮 这一轮 我们就比美术知识怎么样 好呀 刚刚比的是语文 现在比美术 高骗 好 白雪请听题 红色和黄色 可以混合成什么颜色 橙色 熊妹请听题 红色和蓝色 可以混合成什么颜色 紫色 好 接下来抢答 黄色加蓝色 是什么颜色 绿色 熊妹得分 大熊猫是什么颜色 白色 黑白相间 这一轮白雪速度快 但熊妹的答案更准确 所以 熊妹得分 最终 熊妹三比一 战胜白雪 所以 今天我们就上 美术课 耶 太好了 终于不是语文课了 好刚 白雪别灰心 明天继续努力 或许就能上你想上的课了 好的老师 评论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上什么课呢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